为了宣导爱树、护树的观念 并且让小朋友们能够在千年解冬树下 进行阅读、聆听优美的乐生 普里镇图书馆 日前在千年解冬树下 举办林荫树下好玩意的活动 先议远黄四方 感谢普里镇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能够欢喜大家对于自然生态的重视 并且能够来爱惜这个珍贵的文化资产 这次借由这个活动 让大家能来认识我们普里镇 最老的这个家东树是几千年的历史 那我想让大人或小朋友 借由这个活动来更爱惜我们老树的这个活动 因为是很珍贵的 是地球的资源 先议远程于军肯定普里镇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这次活动的举办 能够唤起大家对于环保意识的提升 大家一起来爱护生态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美好 那来到这个树王宫这个地方呢 大家觉得很舒服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棵大树呢 因为它已经有一千年了 所以呢 整个那个花 这个树木呢 是非常的茂密 那大家都可以坐在这个树下呢 听我们的里长在讲故事 讲这一棵树木的故事 那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可以在这个地方来野餐 然后呢 也可以享受这个树木的这个芬多金 因为呢树木呢 它不但可以提供我们整个地球很多的这个氧气 那它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呢 对我们整个这个空气的调节 或者是生态的维护 是非常重要的 副一长潘一泉 肯定埔里正立图书馆的用心 能够在埔里千年茄冬树底下 举办野餐的活动 让家长与小朋友 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 进而能够鼓励小朋友们 多亲近大自然 养成保护 以及爱护环境的观念 进而能够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更加美好 记者陈伟一 埔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